大家好,我是唐凤 很荣幸用远距预录的方式 受邀参加智慧ESG新商机高峰论坛 请让我先跟大家分享一支短片 这个是今年总统杯黑客松 活动在国际上的前导影片 主题是Climate Action Practicing Net Zero 也就是邂逅行动实践净零目标 什么东西不同的东西 这个世界一遍避免的优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继续追随着 你永远不放在找到新的东西 你享受避免的挑战 那些人不想要遇见 当人们在疲惫中的疲惫 什么继续的心思续 是如何向往一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禁灵》是这次论坛关注的主题 也是全世界都感觉到急迫的明确目标 蔡总统在去年4月22日地球日宣示 我国要跟世界同步在2050年来达到禁灵 而这两年来的总统北黑客松都紧扣着这个主题 总统北黑客松是我的工作项目之一 每年一度由总统府指导行政院来主办 公开跟各界募集构想激发创意 运用跨领域的创新来促进永续发展 举例来说去年的卓越团队 我们的师牧鱼又提出共享海洋牧场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这个提案的出发点是考量到两个问题 首先是目前火力电厂的废热能 没有非常充分的在利用 所以希望能够提升能源使用的效率 第二个则是在气候变迁之下 我们养殖鱼业在冬季常常遭遇寒害 需要为鱼温加热保温 因此又增加了碳排 所以在减少温室气体的想法之下 海电跟海洋大学跟基隆区渔会就共同提案 把电厂的温排雪用来打造适合鱼类生长的温暖环境 协助渔民因应极端气候 减少养殖鱼也在冬天使用加热设备造成的碳排 换算估计每年可以减碳到三万吨以上 台电电厂排出来的这些温室气体 其实也可以用来养殖微枣来吸附二氧化碳 这些微枣又可以当作鱼类的食物 还可以制成保养品还有保健食品 这个模式现在不但已经导入运作 而且台电也陆续评估所有排放温水的电厂 是不是有可能也来实施海洋牧场 又或是想在2020年获奖的CircaPlus凤茶行动 这个提案是因为发起人参加净滩活动 发现有剪不完的宝特瓶 为了从源头来减少瓶装水造成的垃圾 他就和朋友们一起开发了凤茶这个APP 建立起全国的饮水地图 民众非常容易就可以找到饮水站 不需要再买新的瓶装水 这就达成了源头减缩 还有循环经济的目标 到今年的第一季为止 全国的凤茶站已经达到8000站 凤茶APP也下载超过20万 这些都是经由总统为黑客松 透过跨部门合作对于共同的急迫性 共同明确目的的问题来寻求解决之道 有句话说 如果我们不是解方的一部分 那我们就变成问题的一部分 If we're not a part of the solution We're a part of the problem 所以非常高兴有今天这样子的论坛 让各界的领袖能够齐聚一堂 深入我们世界面临的问题核心 一起来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那最后打个广告 今年的总统杯黑客松 一共收到了接近200件的提案 那我们正在进行线上的平方投票 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 时间到深夜12点截止 欢迎大家搜寻总统杯黑客松 一起参与 在此祝福论坛的活动 圆满顺利 大家生生不息 繁荣昌盛 Live long and prosper